另外大陆网路上最近流传一段法官上酒店的影片 他们寻欢作乐还集体召计 而目前这四名法官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 大陆舆论也痛批 这些法官道貌黯然说一套做一套 更败坏了司法尊严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五名中年男子一起搭电梯 还和女子搂搂抱抱 这段长达八分多钟的影片 最近在大陆网路上广为流传 因为这几名男主角来头可不小 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正副庭长和法官 几名法官进入房间 应召小姐随后进入 法官集体召计引发舆论哗然 有网友批评道貌黯然说一套做一套 大陆新闻主播也看不下去 法官集体嫖娼之恶 在于生活腐化堕落精神堕落 而对于一个精神堕落 玩弄女性寡怜闲耻 丑态百出的法官 谁能够保证他们不是法律如儿戏 是百姓如草剑 如果不对这些官员严惩 就无法看到正义的彰显 公布这段影片的爆料人 因为不满其中一位法官的判决 怀疑法官与律师思想受受 所以有计划跟踪 想不到意外发现法官集体召计 目前这四名法官已被停职 接受调查 不过同时却传出 河南地方政府搬出新规 以保护公民隐私为由 禁止一般民众擅传公共场所的监控影像 也让大陆网友批评 根本是做贼心虚 U-DN TV 陈俊硕 中文报道